Hello,大家好,我是Crystal 踏入藝術三月,香港周圍都利盲著濃厚的藝術氣氛 除了Art Basel 和Art Central 兩大藝術節外 今個月還有很多藝術展覽和文化活動等著你 能夠親身一島國際級藝術家的作品 和欣賞不同類型的表演 絕對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今集Style TV就會精選了四個活動 讓大家體驗多元化的藝術風格 大家快點mark都是calendar 攝影迷要留意 在攝影界有一代中師之稱的賀帆 以拍攝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而飛升國際 用寫實風格的黑白相片記錄時代光影 由今個月22號起 Blue Lotus Gallery 將會舉辦他的攝影展 展出他生前的相集念香港人的舊 大家可以透過大師的鏡頭 了解昔日香港的生活面貌 和街上的眾生相 今次的展覽不單是回顧賀帆的經典作品 更加好似帶大家回到過去 從游老香港別具意義 被譽為神隱少女的日本畫家 小松美羽將會在今個月尾 來到香港舉行展覽 小松美羽從小就在山上長大 對於自然界的生靈特別敏銳 所以她的繪畫作品以靈修作為題材 帶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 引領大家去到一個不可思議的神靈世界 除了3月26日至4月28日的畫展 小松美羽還會在今個月30日舉行一場live drawing 大家可以看著她即場作畫 刻畫前所未見的神聖靈獸 一定會帶來震撼的視覺衝擊 另外由今個月18日起 大家經過太古廣場 會見到幾顆巨型發光蘑菇和白色截子花蟲 它們不單是一般商場裝飾那麼簡單 而是三藩市設計團隊創作的互動裝置藝術 Lumerous Garden 這個蘑菇形狀的發光裝置 可以感應參觀者的活動 而改變顏色和形態 而日式摺紙花蟲裝置 都會隨著參觀者走過 花蟲會自動開合和搖擺 內置數以千計的LED燈 亦會發出光芒 這個藝術花園真是很有動感和活力 由今日起至4月3日經過海廣城 除了Shopping 還有藝術品體 海廣城邀請了三個韓國藝術家 張世一、李承玉和Han Kim 策劃名為拉闊藝術的公共藝術展覽 李承玉和張世一都是裝置藝術家 作品以反思人和大自然的關係為主題 而Han Kim就是策劃家 以城市生活為題材 暗語城市人的孤獨感 你三位藝術家都是首度來到香港舉辦個人展覽 大家要把握這個機會欣賞他們的作品 藝術三月有這麼豐富的節目 我就已經急不及待要計劃一下這個周末的行程 內好藝術文化的你們 又準備好展開這個藝術之內美呢?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